本集话题,大丈夫更名改姓很常见,在咱们传统的这个评书啊,或者是历史剧里面,某个重要人物出场的时候,我们经常能听到他记报家门,这么说大丈夫行不更名,做不改姓,某家乃谁谁谁谁谁,而,还有一种这个我姓什么叫什么,我很记好这个意义,那么我们中国人对姓氏的重视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, 这种对姓氏重视的背后呢,就是对于宗族,对于血缘的一种验动,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对宗族或血缘是高度重视的,这也是中华文化呀,能够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,所以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会更改姓氏,所以这前面在说大丈夫行不更名,做不改姓,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啊,改姓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常见的,说大丈夫行不更名, 做不改姓,那改姓的事是家长便饭,那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呢?改姓的原因很复杂,有主动的,也有被动的,有被迫的,也有自愿的,有机缘缴合的,也有迎合时事的,那么历史上的改姓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呢? 今天咱们来聊聊大丈夫改姓的原因,首先呢,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叫被强权改姓,主要是被朝廷或皇帝改变姓氏,这时候有两种情况,一种适之国姓,一种适之恶行,适国姓呢,是历代统计者会笼络臣子,安抚外邦首领的一种手段,一种恩惠,对于被适行者来讲呢,是一种荣耀, 咱举个例子,西汉时期有个基层官员名叫楼经,他姓楼,当时呢,他被派到农西去束手边塞,读经洛阳的时候呢,他知道皇帝刘邦要把首都安在洛阳,他就想跟皇帝说说自己的想法,你要换做别的朝代,你的基层官里想见皇上是很难的,可刘邦那时候不一样,他是少跟出身,对这个不拘小节基层官有什么想法呢? 嗯,如果他知道新闻以后呢,可以来见我吧,皇上虽然开明了,你贸然前去也不行,得有人隐居,于是楼经呢,就想到了他的老乡于将军,楼经就找到于将军表明自己想法,于将军说,好,我可以帮着忙,但是你这,哎呀,你穿的这破破烂烂,见皇上是不敬了,怎么穿个羊皮奥呢? 你这样吧,我给你拿件好衣服,漂亮衣服给你换上,打扮打扮,这楼经一看这衣服呢,就拒绝于将军好意,他说,我见皇上的本色,我不能欺骗皇上,我穿着西九衣服来,就得穿西九衣服去拜见,我穿着初步短衣来,就穿着初步短衣去见皇上,我是不会换衣服的,楼经拿他没办法, 就这么楼经呢,穿着这破破烂烂的羊皮奥啊,就见刘邦去了,这于将军先行进去禀报,他得给楼经打预访真,嗯,说是皇上啊,呃,这个我我这朋友楼经啊,衣冠不整,可不是对您不敬啊,他这人就那样,于将军本以为刘邦会很生气,不想刘邦哈哈一笑,刘邦乐乐,说,来来,让他进来吧,我看看穿成什么破样, 刘邦进来之后呢,刘邦没生气,而赏着打吃饭,刘邦就问,你为什么一定要见我呀,刘邦就说,说,陛下见都若阳,难道是要跟周朝学吗,刘邦说,是啊,那个东周不就是由这个,恶西安那边迁到这头来了吗,啊,刘邦说,陛下学不了周朝,小王说,为什么呀,刘邦说,周朝靠得祭天下,万民仰慕, 他可以把洛阳当都城,可惜大王你了,你是凭借武力夺取的线上,经过多次战争,百姓死伤无数,你跟周朝不能相提并论,这要是换成个小心眼的皇上,刘靖脑袋找搬家了,好在呢,刘邦呢,一个流氓出神,他也不太在乎这个,他甚至觉得这个武力统计天下多大本事, 所以,他问刘靖说,那该怎么办呢,刘靖说,你想啊,因这武力夺取天下,得罪人多,你要把都城搬到长安呢,那里头地势闲耀,一守南宫,遇到危急情况可以保存,说到这呢,大家可能觉得他这建议也没啥高明的,可是你琢磨琢磨,当时的背景确实是这样, 刘靖建议搬去到都城长安呢,那是秦朝的国都咸阳嘛,所以很忌讳,因为秦刚灭亡,谁也不敢提议把国都定在秦朝都灭亡了的阴晦之地,所以刘邦有些犹豫,他把大臣找了一块商议,最后这些大臣一看,有人挑头啊,刘靖提出来的,不能迁都洛阳,还得在长安,所以有人挑头之后呢,这帮人就畅所欲远了,大家就说出真实想法, 就说刘在这个长安一大余弊,所以刘邦决定乘这西行,开始往长安建都,这一建都为西汉繁荣两百年奠定的基础,当时刘邦说的,主将建都在秦帝里挑夺的是刘靖,他不姓龙吗,刘就是刘,刘就是刘啊,于是呢,刑刘姓改姓刘,授给他郎中官职称号呢,叫凤春军,史书上称他为刘靖,后来呢,这个刘靖又提出和亲兄奴, 千豪关中两大机车,对稳定汉出的静止形势起到了很重要作用,所以你看这个帝王治国姓,除了用于笼络陈锦呢,还用于笼络文范书国,唐朝时候呢,出于开疆拓土,安抚藩邦的静止需要,经常像衣服的少数民族权贵治国姓,在公元624年的8月份呢,中,突厥可汗 觐见唐高主理院,李燕就治他国姓,气他姓里啊,这是唐代治国姓与藩族权贵的开始,后来治国姓与少数民族酋长的风气越来越盛,什么西族酋长,契丹酋长,沃河酋长,什么党像酋长,哎,当他率部归附唐朝时候都被骑行,哎,咱们看西夏,是党像主的,他的国君姓里,哎,这个就是从唐朝来的, 那么,为什么治国姓呢?表明朝廷不仅不把这些方啊,当成一类,还把他们当住一家人,也为忠视,这无疑是安抚外族啊,一种最好的方法,所以这是治国姓,那么吃恶性是怎么回事呢? 旧帝王对不同境界者和仇家常常治恶性,发泄不满和仇恶,就是那些比较啊,令人觉得讨厌的,恶心的,厌恶的性,这跟事实没什么区别,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, 是羞辱你传主,是恶性呢,在唐代主要出现在五折天时期,五折天夺的皇后即位之后呢,对原来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比较狠,把他们都废为庶人,关入冷宫,后来五折天还嫌不解气,这女人跟女人是刻骨的仇恨,把王皇后和萧淑妃分别改姓,一个姓芒,一个姓孝,芒就是大毒蛇呀,香呢就猫头鹰啊,后来呢,恶, 李唐松是狼牙王李忠和岳王李珍这些起兵反对五系转转,对这样,我哲天就把这些人的恶,姓里的这些人的恶,她和她的己孙公主通通改姓慧,慧什么险呢,诸武的武,这边割一个重字,慧是什么意思,有毒蛇,后来唐玄中在平定太平公主激乱之后呢,改窦怀 秦性为毒,改新兴王进积性为力,毒是毒药,历是历鬼,你看着恨得有多大,弃恶性其实是封建王朝军传专制的产物,对于有强烈的宗族情节,奉行行不更名,做不改姓的古人而言呢,被皇帝贬弃恶性,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惩罚和侮辱,所以就我们说第一种被强权改姓, 第二种,因避会改姓,这个避会改姓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强权,但是这里边带有一定的继绝性,避会呢,起的是回避皇帝,君主,君长的命会,通常呢,起回避这些本名就行了,他的记号你没法回避,因为那太多了,那那样的话,舅舅舅没法用了这个,你比如春秋时候呢,晋国有个大夫呢,名叫吉坦,因为他负责管理晋国的典籍,所以便以这个典籍的基, 作为自己姓氏,他的第十三代后人呢,叫做吉祥,当时竟是项羽争霸天下的时候,因为项羽呢,项羽名即至于,所以你要避会,不是避者于晋,得避者即至,他的名,所以这吉祥呢,没办法避,项羽的会呢,把其能改为习,就主习的习,他的后人跟着呢,也信这习了,后来项羽战败自杀,这即使就不用改姓避会了,有一部分 人又恢复主姓,但还有一部分人呢,由于信息不畅呢,而,没恢复,还继续信这主席的习,所以今天我们看信主席的习这招人呢,他主上其实是信书籍的习,荣阳,北宋时候有个大臣叫文艳伯,展厅向盛,八页平里边小孩那方嘛,大宋文艳伯又是既有怪学,腐朽机器啊,几个孩子一块碗, 这酒掉到洞里边去,够不上来怎么办,碗里灌水,这酒就浮上来了,文艳伯小时候就聪明,这个文艳伯,他姓这个碗呢,主上本来姓靖,就尊敬的,靖他的真主父呢,曾经在这个梁张靖汉州啊,就五代十国的时候,后晋靖传当众为官,后晋的这个皇上叫石靖党 他明智里有个尊敬的靖,这靖就犯了这个碧会了,所以当时为了躲这个呢,他主上呢,岂能把靖子拆开,你看尊敬靖义愤为二,这边是狗姐的狗,这边是法文法,所以这个靖拆开以后,他的后人的又么姓狗,要么姓文,哎,文艳伯的真主父呢,就是改姓了文,后来这个后晋呢,被后汉所灭,后汉皇帝叫刘姬远,这靖是不存在碧会之中的, 所以姓狗的姓文,这些后代有的就恢复为靖氏,有的就没恢复原型,又过了十多年呢,陈光印,赵光印发动陈角兵变,黄毛加深,结束了五代时期,北中建朝,赵光印又成了宋代主,那赵光印的爷爷呢,叫赵靖,孙靖靖,由此一来呢,这靖氏又犯了地会,那些呢,恢复靖氏的人又重新的改回姓文或者姓狗, 你说这成狭子的,所以就我说第二种情况,因为必会改姓这种事呢,就比较常见,第三种情况呢,因为避难改姓,哎,就是,不得不为了躲避灾祸,你看香草末年,旧王呢,暴虐不到,沉沦女色,老百姓呢,跟诸侯都很怨恨,这时候他早期有倾向叫高瑶,高瑶的后仪,有个叫李征的人,哎,这时候他后人的姓名, 李,就到李的李,他叫李征,出于一片忠心疾爽,挤出咒王错误,串打改正,结果惹恼这王被杀害了,李征的老婆弃和氏呢,听到这消息之后呢,带着年幼的儿子,他儿子叫李律征外出逃难,这弃和氏呢,本来是陈国人,哎,就在今天的河南淮阳,他想逃回娘家, 但把连累娘家人,就往玉溪的方向逃去了,那么再逃到玉溪一带呢,这母子二人饥饿男人,疲惫不甘,尤其是这李律征小孩,饿得盈盈兮,这一带荒芜人烟,也找不到食物,幸亏这他母亲既何事,发现附近树上接些果子,就产下来期 这么母子二人靠七爷国保全性命,这爷国是什么呢,就现在咱们长期的水果李律,后来呢,等他们熬到出头鸡翼的时候呢,和,一方面呢,是感谢这李律活命之恩,再一个呢,他也不希望别人知道呢,和,他是李征的后人,所以呢,改姓避难,把这个小李律征呢,把这个道理的李的姓呢,改成李的这里,哎,所以他的名就叫成了李律征, 李律征,哎,这里呢,就是李律的李了,后来他全家迁徙到六龙溪一带,重启李氏延续万代,繁衍发达,就成了现代中华第一大兴,这是老李的老祖宗,除此之外呢,历史上还有很多呀,因为避难而改姓的,包括名言,你比方说大名鼎鼎的这个司马贤,他的后遇不幸死亡,而是姓童和姓风,为什么这样呢,咱得从头说起, 咱都说司马贤呢,在公元前九九年出个事,说大汉和匈奴关系紧张,所以打仗,汉我弟派自己爱非李夫人的长兄李广丽带军队去攻打匈奴,这个汉我弟偏心眼,主要想让李广丽呢,借着军功封后,为了保证李广丽出征顺利呢,汉我弟还让当时另一位名将李玲给李广丽做后勤保障,运输两早,但李玲呢,人家很会打仗,也不愿意这么做, 李玲就提出,我不干这事,我呢,愿意忌几个,带我忌几的五千精兵出征,来分散匈奴对李广丽的军事压力,李玲这么做呢,汉我弟已经很不满了,但还是同意了,后来战况发生变化,李玲的五千步兵遇到匈奴的三万主力,你想这差多少,差六倍呢,李玲很能打,李玲的五千步兵 李玲把匈奴的三万主力杀死了好几千人,匈奴虽然六倍,与李玲兵力占不着便宜,所以匈奴觉得李玲的步兵不简单,以弩即下,调来八万军队,一共十一万军队,对付李玲的五千步兵,李玲在这种情况下越战越勇, 最后打得匈奴觉得这仗打不下去了,打不赢,准备撤兵,这时候发生突发事件,李玲有个部下呀,投告匈奴,当然呢,他是因为跟上级闹别扭啊,也是有原因的,然后呢,他向匈奴啊报告了两个重要的绝密军警,他说第一个李玲没有后援部队,他老哥一个带着五千人在这打,第二个呢,李玲步兵之所以厉害呢, 是一个一种年纪弩,都能连续发箭的这个弓弩,但这种弩箭呢,基本上用完了,匈奴一听,好吗,这样啊,不撤军了,我围着你就行了,集中全部兵力就开始对李玲发动猛攻,结果李玲军队伤亡惨重,只能分兵突围,最后呢,就逃回了四百多人,而且李玲的副手阵亡,李玲也被抓住了,李玲就投降,汉武帝得起李玲兵败投降, 喊生气,大臣一看汉武帝生气啊,马上见风使舵,纷纷要求严情李玲,这个时候汉武帝呢,看到他身边司马迁,就问司马迁什么看法,司马迁实话,其说说了三点,他说第一个,李玲是个有本事的人,他以心意意想报效国家,第二呢,李玲以五千步兵跟匈奴打了十几天,他杀的敌人远朝处达的五千人数,李玲虽然战败了,但立下的 功劳足以告为天下,第三个,我不认为李玲是真投降,他是假投降,有机会将来一定他会,而当我抵系的报效朝廷,本来呢,司马迁呢,系想给皇上宽一宽心,顺便跟李玲开除他,没想到这时候汉武帝龙颜大怒,立即把司马迁下得老狱定罪,沃上就诬陷皇上,这是死罪, 那么,汉桥被判死刑的犯人,有三种选择,第一个就是你受死吧,等着主角,第二呢,愿前来赎命,交五十万钱就免死,第三个接受公刑,就是颜柯,司马迁这时候呢,开始写实际,写了一段时间了,如果这时候他接受死刑,实际写不出来了,所以他不能接受死刑,那后两种呢,司马迁虽然是太使令,但收入比较低,五十万钱对 他来说天文数字,他拿不出这钱,所以未完成死刑,他只能接受公刑,这就是后来改变司马迁一生的重要事件,李玲事件,汉我弟把李玲全家给杀了,那么死刑完成之后呢,司马迁是待罪之身啊,只能把这死刑先藏起来,并且呢,他为了能传承下去,把这死刑他给寄击的后人呢,在信上做了改动, 西马是父姓,西马迁又恰好有两个儿子,长子叫司马林,弃子叫司马观,所以司马迁呢,把他这两这两个人的姓呢,分别改成童和逢,为什么呢,童就是司马的西加上一数,哎,童记得童,而这个马呢,加上两点就是逢,所以这两个儿子,一个姓童,一个姓逢,改换门顶, 所以重启之后,西马迁后人呢,就等于混动在茫茫沿海之中,你很难再找到了,所以咱们今天呢,详细分析了历史上三种改姓的情况,其实还有很多情况会导致改姓, 你比方说入聚改姓,南方到上面以后呢,要改姓女方的姓,还有少数民族定居中原之后呢,发生的种种情况,把一些父姓改为善姓,你比方说大清铁杆庄稼倒了之后呢,爱新直罗改姓为亲啊,叶赫,那拉分别姓叶,姓赫,姓达,六股,如是能改姓郎,等等等等,所以其实我要说呢,无论怎么改,你终究还是你亘古不变, 过去的不会消失,未来还得一样继续,唯一这个改姓的意义是什么呢,可以追本数远啊,找到啊,呃,你原来从哪来的,样后是子孙呢,进行追议和回忆,所以这个姓啊,呃,和名一样,都是个符号,没那么重要